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听LCC Radio 我是主持人林心灵Eddy 今天我们一样 欢迎我们上一集的嘉宾 我们伪创软体人资长 Ivan 哈喽 Eddy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上一集我们已经收听到了 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 那这一集呢 我们一样要延续相关的议题 我们这一集想要来分享的是 企业爱用的工程师的特质 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如果假设我们现在从零开始 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小白 像我我就小白 我这个读中文系的人 我们这个小白呢 如果要花时间多久 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对如果说从小白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你是一个小白 要到能够基本上写一些程式 或是达成你的 Project Manager也好 系统分析师也好 给到你的一些任务 我觉得通常的话 很快 我觉得大概三到四个月 你密集的学习 应该就是有机会 可以成为一个初阶的 三到四个月就可以 对 那真的很快 初阶的工程师 但前提是我想你要有密集的一些 培训啊 密集的学习 专注认真 然后杂杂实实 对 然后背考题啊 刷考题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必要的 对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说 我觉得三到四个月 成为一个初级的Programmer跟Coder 我觉得问题不大 哇 那其实 如果只要有决心 其实要入门 至少要成为初阶工程师 三到四个月 我觉得并不算一个很长的投入成本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跟很多的一些工程师的培训机构也好 像连城 或者是说 我们自己也会跟一些政府单位的一些再转职的一些机构 找这些工程师 其实三到四个月的培训完之后 基本上都是能够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甚至说我们偶尔也会再多额外提供一到两周的时间 然后让这些工程师们先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内部学习 某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些工具也好 或是未来他会在某一个客户端 让他了解这个客户端的行业 对 了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的商业模式 甚至了解我们的团队在里面协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对 所以你问我 我真的觉得大概三到四个月再加上一至两周 那去了解特定行业特定公司的问题 那基本上应该都可以上手 哇 对 所以各位在萤幕前的观众及同学们 我们就算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大环境是不太好啊 这个找工作如何如何 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发现了一个明亮的管道 如果发这个 如果你有决心有没有 你只要熬过三到四个月 好了我们了不起五个月对不对 那我们花多一点时间 其实我知道工程界一直 就像上一集我们提到了 供给一直少于需求 所以有大量的机会跟工作需求在等着我们 对 在萤幕前我们也不用太沮丧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抗庄大道 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选项 只是如果我们要更具体的 我们想了解到工程师这个行业 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够请Ivan跟我们分享说 不同种类工程师 他需要学习的不同的 有哪些技能 可以做个几个分类这样子 行啊行啊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大类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以典型的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来看 我们讲career-led 职业生涯发展阶梯 阶梯 对通常我们就讲 最典型就是programmer嘛 对 我们讲 大陆讲程序员 我们这边讲工程师啦 programmer 对 或是coder 老外讲coder 那我当一个programmer 我往上走 我可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个system analyst 系统分析师 对 所以我从工程师往系统分析师 那我再往上走 我基本上我可以就往architect 我们讲架构师去走 对 但有些人会在架构师跟系统分析师 中间又加一个xd 对我们讲system designer 类似这一种 对 但我个人觉得他 他其实 不算这么大的一个分量 对 有点像是刻意滑出来 OK 分支 对 或是让他们上到 所谓的市场的架构师之前 故意就是画了一层 让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职业生涯的想象 想象 对 有机会往上走 先体验一下甜头心酸 对 所以我自己在看 我会把它分散到 programmer 是 然后系统分析师 是 对 然后我们讲架构 架构师 对 那通常很多人在系统分析师 这一段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去选择 我要不要继续往上走 然后架构师 他有可能会往上想说 我不想再做太多技术的东西 对 我想多一点跟人的互动 多一点人的管理 所以他会从系统分析师转 project manager 所以我们讲 所谓专案经理的角度去走 对 当他走专案经理 他更多的是要跟人互动 尤其是跟外部的 我们讲的一些客户端 的一些 或者是内部的使用者端 的一些互动 了解他们需求 把需求带回来给 这些工程师 拿来去做问题的解决 产品的开发 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这个点 要去选择 要往project manager 往带人的角度 跟人沟通的角度去走 还是怎么样 还是往技术更高的 对 所以通常带这三 四种job 四种工作 对 那回过来 刚刚adding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看 project manager 我们不看专案经理 我们就只看这三类的话 是 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软技能 跟硬技能 对 我想硬技能来讲 就好 我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当然我 我一定要会有一个 基本的程式语言 能力嘛 对吧 我们比如说 Java跟Dannet 这最常 最常 最常 看到 而且大家需求量 是最大 现在需求量 也是最大 对 但 这个东西 一定要学 对 因为这就刚需 基础中的基础 对 你一定要学会这东西 可是如果你再问我说 他如果再加上一些 什么技能 会是好的 我觉得就是他还是要 不断地学习的能力 我们讲学习的敏锐度 learning agility 对 就他 他知道我 他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 打内很好了 对吧 那Java也很强 可是 还是有很多新的语言出来啊 无论说什么Ruby Python等等 甚至我刚刚讲的 no call low call 他要有 学习的敏锐度 知道说 他要不要去学这些东西 对 对 这个东西对他 会来有没有好处 对 所以我第一个 我觉得他的 软技能的 learning agility 就很重要 那当然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很困难啊 那他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觉得也很重要 甚至说在日常的工作中 因为他是小白 一定会有很多困难跟挑战 对 所以他那个 我们讲的叫做坚毅力 我就觉得很重要 坚持 又改善掉那个问题的能力 对 所以 讲的很简单 学习力 坚毅力 你觉得很简单 可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东西 做起来 做起来真的很难 是 对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当一个好的 programmer 工程师 这两个软实力就很重要 对 可能一个netflix 就让多数人的学习力消失了 回去就是沙发配珍奶 配netflix 没错 没错 所以你讲的就是说听起来都很简单 我们从小就念书 念书遇到很多问题 可是你真的能够把书好好的念 也不要说念好 就好好的念 念过程上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是 对 那往上走 你走到了所谓的系统分析师 因为他顾名是系统分析师 对 所以他看的东西就要更广一点 对 当然他有一个程式 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系统分析师 他偶尔手还是会痒 他会想要自己去debug 然后下去写一些东西 他们还是会有 所以他还是一定会有一套 他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工具 开发工具 这他一定会具备的 可是我不谈这个 但我谈系统分析师 我看的我觉得软技能更重要 因为他 对 他看的东西更广 所以他更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讲更宏观的系统思维 我们讲叫systematic thinking 我觉得就很重要 因为你好的一个系统分析设计 如果你没有很宏观的 去想这些问题的话 你会觉得 你现在 你把十个工程师做的东西 直接把它搂在一起 变成一套产品出来 其实他是没办法运作的 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 他是那个系统分析 我们讲systematic thinking 就很重要 这样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解决问题的当下 他如何带领他的工程师们 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在带人的能力上面 要有一定的程度 当然不要很强 但他要有一定的能力 去带领团队 尤其是小团队 然后去解决问题 对 那第三个就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很重要 因为当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 没有系统的分析 没有系统的宏观的思维的话 他 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当然是没错啦 但根源的问题 他要知道 对 所以你问我说 系统分析师 我就会觉得说 软技能很重要 Systematic Thinking 系统分析思维的能力 团队 基本的团队管理的能力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这就非常重要 这也蛮需要一些 各方综合的历练 然后去慢慢培养出 自己的这种 敏锐度 尤其像带人 带团队 对 对的 实战加上 可能平常的学习 然后慢慢摸索出一套 然后最后才能在这个行业 这个类别把它做得好 没错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类 像架构师 架构师其实 攻击就更少了 对 攻击就更少 所以寻缺 稀有人才 基本上你反映在他的Market Value 我们讲市场价值上 对 那个薪水真的是 都是很诱人 很有竞争力的 可能都配给你一大堆股票之类的 对 股票是一定的 对 你基本上看每个月的薪水 我觉得 这个都是 六位数 甚至很大的六位数 每月是不是 对 就开始起跳 因为他真的是太稀缺了 对 那你问我 我觉得一个好的架构师 对 他除了了解整个大的公司的IT 数位 数位器 数位平台 数位工具 系统的整个架构 他都要知晓以外 他对于每一个function 每一个 这个大的数位平台 数位架构的这些运作 他也要都能够了落此上 他不见得要自己下去写 自己要下去debug 可是你看 我刚刚讲是说 他对全公司的所有的IT 数位平台 数位系统 他都是要非常知晓 这是他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这根本就是工程界的CEO 你可以怎么讲 工程师们的CEO 对 他有可能就是高级 很高级很高级的 我们讲的那种高级工程师 是 对 非常高级 可是 因为他是架构师 那他对这个所有的数位平台 工具都辽若指掌 所以 他衍生出来的 我觉得他必须要具备商业思维的能力 对 刚刚讲的是所谓的系统思考 但我觉得他需要具备是商业思维 因为 你好的架构师 你看的东西是 三年 五年 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些架构 尤其是所谓的IT架构 所以他一定要具备商业思维的能力 他可以比 他下面 甚至比我们讲 你刚提到的CEO 甚至我们讲的 所谓的CMO CFO 更知道说 公司未来三年五年要走到那边 我需要什么IT架构 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数位工具 数位系统 对 所以我觉得他商业思维能力非常重要 那进了转化就是 他有长期思考的战略 战略思维跟决策的能力 对 所以这两个是我觉得 当一个好的架构师 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个 我觉得他要能够有 跟商业领导者的对话能力 因为很多IT的 专业的人 他会活在自己的思维 跟活在自己 常用的语言 来跟大家做沟通 对 可是当你一个好的架构师 他是能够用 商业的语言 浅白的对方 客户完全能get到的 是的 然后跟企业内 或是刚刚你讲的 用浅白跟普罗大众 去沟通的一个能力 回到后端 他超厉害 对 回到到了前端 又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东西 是 所以就我们讲 上得了天堂 下得了厨房 这样才是一个很好的架构师 对 所以这三个能力 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是 对 商业思维 长期的决策能力 还有所谓我们讲的 能够跟 跟商业决策者 跟一般大众的一个对话能力 对 对 好 那如果各位稀有的架构师们需要表达力培训 欢迎找Eddie 表达力培训师 明年会推出线上课 好 帮自己工商 可以 好 这很稀有了 那既然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部分 哇 我们已经知道了种类 也知道原来我们基础只要三到四个月 就可以扎实地把它培养起来的话 那工作机会的部分 不知道 我们想了解一下说 工程师的这个薪资行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 有没有一些这个 可以了解的一个大概标准 对 其实就我来看 其实薪资行情这个range真的很大 是 对 我看到有从三四万块的 这当然就是我们讲 就完全没有经验嘛 对 对然后我们有机会透过快速的几个月时间 培训他 让他可以上手 对我觉得大概 基本上这要拿个四万 三四万 上万到五万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对取决说 他的工作内容 然后他工作的公司 或者说他如果在乙方 像我们在乙方 他是在哪一个客户端等等 对 这个都是可以当初级工程师的一个薪水 那就像我讲 如果你就往上走 第一个是说你慢慢从工程师 走到系统分析师 走到架构师 其实你基本上都是往上在叠加的 对比如说系统分析师你说真的八九万十万的也是有 是 对架构师你拿个十五万到三十万的也都是有 对取决你占哪个企业 然后还有你的专业是什么 过完的经验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的range其实是有一定的range在 可是我刚刚这样讲 其实你一个工程师 你拿个三万到五万 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蛮合理的市场中位的一个价值 对那 再来讲所谓的系统分析师 我觉得系统分析师你可以拿得到七万到九万 我觉得也有人在 对也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市场水位 那架构师我基本上我觉得十五到二十 基本上都是跑不掉 稀有 对基本上都跑不掉 对 我们还没有谈到你刚讲的股票 对哦 认股权 我还要看你的公司呢 对对对 我有些那个配股多到吓死你 对啊 所以很多人说你在竹科在新竹 对你随便撞到一个人都拿两三百万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对啊 他掉出来的都是 对啊 这确实是有 OK那 我们现在知道了大概一个薪资的行情 那当然还是会依照你的公司跟类别会有一些的不同 依照人资长多年的经验 有没有一些 就是你要入取在面试这个环节 你要入取工程师的一些标准或准则 就企业可能常看些什么 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准备 嗯 我觉得看工程师的话 我觉得会看几种 大概也是从几个维度来看 我们讲这些挑到因为我们挑人大家都希望说挑到好的嘛 那好的话就代表说他健壤他可以成功 对然后他可以把他的优势发挥最大 对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人的话 当然首先第一个看他是不是有激战力 嗯 激战力就是说他到底会哪个城市语言 有没有过往哪一个行业的经验 对然后来看说 这个人有很快的三个月六个月 基本上就可以独当一面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的就是他激战力 对那再来我们就看我刚稍微有提到 我们希望他有一些学习的敏锐度 对你要知道说你现在会的这个工具 这个语言城市语言没问题 但你还是要持续的去学习 因为时代科技一直在迭代往前进 没错没错 所以客户的问题也不断的变化 对所以你内部的客户外部客户问题都不断的变化的话 你要有学习的能力去解决 那当你解决这些问题 我刚刚也提到就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内部的阻力外部的阻力 你一定要想办法克服它 所以我们常讲的有人是讲perseverance 建议 有人讲resilience 对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所以你看第二个我讲 第一个我讲叫做learning agility 对学习敏锐能力 或是学习敏锐的态度吧 对我们讲skill 那再第三个我就讲resilience跟perseverance 对就是建议力 这就很重要 那当然第四个我们挑 我们会看他是不是有一些 integrity啦 诚信正直 诚信正直 诚信正直我们看得中 个性的基本 对有时候诚信正直你怎么看呢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沟通 你大概这个人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 我们讲就是很真诚想跟你探讨这个工作 发自内心分享他自己的感受 对 对 看他过往的工作 转换工作的一个原因 对我们倒不一定要讲评次 但至少他的原因 这三个点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人 他自己在工作上 他是不是很诚信正直 很公开透明 看待自己在做工作的转换 对 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就是动机 就是说他是真的想来公司工作 有那个热情 才能够坚持嘛 也才有坚毅力 没错 就是说愿不愿意来一起 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 这五个东西是我们很常在评价工程师 或是评价找人的时候这个标准 对 那我想在一幕前的各位同学以及观众 我们听到很重要的五个 我们上一集有ABC跟三个E 不知道的同学呢 赶快到上一集去分享 赶快 如果不知道的同学赶快到上一集去复习 超级精华 那这一集我们又看到了五个关键 如果你想入取工程师 其实是有一些 E旬的标准 我们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优化自己 改善自己 这样我们更有机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光发热 那我们这边也想请Ivan跟我们分享一下 既然讲到了这个面试 您有没有一些想到这个 曾经面试人才的特殊案例分享 哇 毕竟是人资长 对 其实面试很多 是 一定很多 对 以前又都做HR 做人事嘛 有甲方也待过 乙方也待过 是 然后面试有那种很开心的面试 比如说很多公司 很多主管师为了找人很开心的面试 也有很不开心的面试 很沮丧的面试 OK 对 就像现在的市场 老美很爱 就是因为市场环境不好 就要做组织的调整 对 那一口气你要面试200个人 250个人 那最后看你到底谁可以留下来 所以你是 你要当那个黑手 就是你要帮 帮上面开刀 上面来做角色 那个无法想象 对 这个东西我也做过蛮多了 所以就甲方乙方的角色都有看过很多 不同场景下的这些候选人吧 是 对 那 那我要讲一个就是 比较像后者的 对 后者的 对 我现在不讲开心 我讲稍微 刺激的 对 刺激的 但结果是好的 结果是好的 对 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从上海 飞回来台北 做这样的一个面试 我帮这家 这家金农业 对 然后他里面的一位员工 我记得我好像特别还跑到台中还是哪里吧 我都帮他面试 对 然后面试的话 当然我要跟他讲 你们公司因为要做数位转型 对 所以有可能不太需要你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你自己未来你想做怎样的职业生涯发展 当然你自己优势劣势是什么 对 你想做什么等等 好 那这个案例很有意思 他年纪也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四几岁 还是四几岁算大了 有可能 在职场里面 算大了 对 这个时候如果要转换跑道师 真的还是蛮刺激的 蛮刺激的 对 所以 现在是35岁以上就算中年 对 应该啦 我怕表辑关中 对 所以 对 所以他四几岁 然后他 他当时基本上在银行 大部分就做过前台 我们讲前台收银收纳 是 那也做过行政总物采购等等 对 那 他有可能也是不得不得做职业生涯转换嘛 对 转职的概念 没错 对 那我跟他聊 聊他自己想做什么 他自己优势劣势是什么 其实 这个人蛮有事 他其实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经历上 但他其实有一个特质 他喜欢帮助他人 对 那他喜欢帮助 无论说周遭的同事们 他也希望说能够帮大伙 创造一个很棒的工作环境 安全的工作环境 所以 后来我跟他探讨完之后说 你在这样很喜欢帮助人的特质之下 你觉得如果不干金融业 你可以做什么 他想到的高科技行业 那我觉得合理 因为台湾的话 高科技行业 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 很强大 通过发展 对 你说像台积电这种的 互国神山 基本上能够走到世界的 大概就是这个 如果跟他的金融业相比的话 对 所以后来探讨完之后 好 我们就决定了往高科技制造业 去找他的下一份的工作 那同时我在跟他面试 跟他聊过生说 那你怎么去把你过往这些 人事行政出纳的 还有采购 总务的能力转换呢 那他想到说 那他有想帮助人 所以他就想到说 他可以去高科技行业的一些 有工厂端的 去做所谓的EHS 环境啊 健康啊 安全啊 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其实在高科技制造业 是需要的这种 非常注重 对 EHS的这种所谓的专员 或是专家 好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了达到那个 你现在 你缺什么 你需要补足什么 那当然第一个人他就想到 他去必须考取相关的征兆 所以就去找相关的补习班 去学习 自己念书 去考取这样的征兆 对 所以他也花了一些时间 重新 也不讲振作吧 重新制造自己 这样可以去把他的过往的技能 跟经验给有所提升 准备考试 学习到补习班 那最后他也转换成功了 那后来也从台中跑到新竹去工作 对 所以我要回过来讲 我就觉得说 我们刚探讨了很多的技能 那探讨了自我 对对 然后甚至以这个case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 我们回来再谈到工程师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工程师你要先了解 你自己要什么 对 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项是什么 对 不要看自己弱项 你看刚刚那个例子 没有讲到他自己的弱项 对 但我们讲到自己的强项 跟他的可转换的技能 40几岁能够再从这个点 重新再出发 而且是往一个 我觉得甚至有时候 是更好的一个方向走 是啊 各种 总而言之 他得到了一个 更光明的一条路 所以就算40几岁 那其实机会都还是很大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当时我那个面试的角色 虽然一开始的场景 不是那种很开心的 是相对比较沉重的 对 可是我觉得 藉由协助他去梳理 然后协助他去用一些问题 让他知道说自己的 可以转换的一个机遇在哪里 对 那我是觉得还蛮成就感的 是 对 哇 其实这算是三方啦 因为公司有自己的决策嘛 他们必须做一个动作 那您获得 也获得了这个成就感 而对方呢 也成功找到了一条路 我觉得三方都有 完成了自己要的一个目标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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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这样子 哇 我们今天真的是听到很多 那其实在伪创软体 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我们可以在里面工作以外 我们还可以有学习 分享 哇 有大量的像是职啊 阶梯啊 辅导啊 交流 那不知道今天 Ivan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些 关于伪创软体的一些介绍 行啊 呃 伪创软体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他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蛮有 蛮有意思的一个公司 9000人 哇 9000人 对 然后 呃 我们董事长 对 我们董事长今天执行是同一个人 他叫秦 我还蛮崇拜他的 对 他 他算一个前辈 对 对 然后他把这家公司带到目前这样的9000人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我都这样子想象 我以前当过班长 对 那一个班长可能就30个 我们就当9个人的四倍好了 对 我都管不来了 都快疯了 都觉得在地狱了 那 对 何况9000人 对 对 所以 我们一直在讲调说 我就不讲我们到底做什么业务 因为我觉得相信 从这两次听下来 大概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是 对 我觉得讲一些比较 呃 大家比较不太知道的东西 对 其实在 秦 在董事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 两个H 对 第一个叫做 Healthy 就是健康 健康 Healthy Healthy 对 或是Health 对 如果你用名词的话 对 那我们也 第二个H 我们讲Happy 对 开心 对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员工 是来我们这里面 他都能够Healthy and Happy 就是又是健康 然后又是开心 对 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 都是从这两个维度开始去展开 对 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个 呃 我觉得能够达到Healthy and Happy的话 其实 我觉得从 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 我们没有像台积电 我们有工厂 我们要去买机器 然后买器械 我们不用 台积电那太过分了 对 我们基本上就冷嘛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其实说算了 我们不用让机器 机械开心健康 对 环境我们倒还好 对 但我们要让我们的员工感到很健康 感到很开心 是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从这两个H开始 然后看可以帮员工做过什么 那上一集已经提到很多从三个E 对那其实我们从大概应该讲两年前吧 我们在强调所谓的优势 优势发展 发掘优势 我们只希望说人无完人 我们等不要去看到别人的短处 我们要去看到每一个人的长处 看到每一个人优势 所以因为把优势用 其实有分析啊 你就可以去看那个Galup 盖洛普的分析 他们讲说一个企业 如果大家都是往优势发展的话 其实这企业是会 里面的员工会比较engage 那比较engage的话 其实大家会比较开心 我完全能想象 如果大家都在 我们就极端一点好了 假设都看负面的 那就只剩下满天的八卦 跟花时间在那边 看那些奇奇怪怪的 事情都不做 问题不解决 然后大家在那边搞来搞去 然后最后也不想上班了 因为性情差 所以看优势实在是 极端一点来看 我觉得对企业的导向 差别真的很大 没错 所以跟一样 我们在 如果有当父母的 我不知道艺迪 你有没有小孩 你做人父母 你也是看你小孩的优势 还没 28岁 年轻年轻 对 所以 两个H之下 我们很强调 让员工了解他自己的优势 然后发挥他的优势 所以就如同我讲 我们会有一些工具 协助员工发挥他自己的优势 是 透过心理测评 了解自己 到底我是一个比较外勤的 比较我喜欢跟人家沟通 我比较喜欢去说服他人 还是说我比较属于内勤的 我是愿意去团队合作 我愿意去协助他人 对 我愿意比较以人为导向 去开展一些工作 对 我们透过一些工具 协助他了解他自己 了解完之后 我们尽量在 我们的工作 能够工作设计 我们讲job design 设计一个工作 设计一个场域 设计一个project 然后来给到我们的工程师 来给到我们所有的员工 对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精神 就是我们有两个H 然后我们希望在两个H之下 协助员工了解自己 然后再透过一个工作设计 job design 然后来给到员工 是 对 然后进来可以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轮的一个循环 对 我想到了四个字 这个Eddy主观的四个字 就是我发现 我觉得伪创软体是一家以人为本出发的一个企业 以人为本 比方说他在意的是你的健康 你的快乐 还有像就是两个H 还有刚刚提到三个E 教育体验曝光 所以他是从人出发 没错 对 然后注重你的成长 OK 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么丰富的内容 一方面我们要用最大的掌声 先送给我们的人资长 Ivan 谢谢 谢谢 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伪创软体 大家如果搜寻这四个字 就可以发现他们的FB IG 以及相关人才的社团 我们也在下方的说明栏 有放上相关的连结 同样的我们连程电脑 也有程式设计相关的课程 大家如果这方面想要学习的心 我还记得吗 刚刚说了三到四个月 扎实累积起来 你就可以get到这条路 下方我们也放上了相关的资讯 同样我们菜鸟学习网站 也已经上线了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电脑 和设计干货知识的内容 赶快去挖宝 里面还有点数 可以免费兑换明师课程的学习 即日起 只要点击下方的连结 注册成为会员 就送一万点的会员点数 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大家赶快去注册吧 那我们今天超级丰富的内容 除了我们这一集 还有上一集 如果还没有听的同学朋友们 我们都可以到上一集 听我们Ivan超级丰富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LCC Radio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主持人林心灵 Eddy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